多謝指責 和不同地區遊客行談 問他們來澳門的感受 其中不少人都說 澳門的羅泰蘭出入關閘 經過馬場北大馬路 友誼橋大馬路 路面難融融 寶丁多多 凹凸不平 除了因為催車連連補的友誼大馬路好些之外 其他大街小紅難羅加密集的整口規矩 行車就宜 將為催 知名的譚仔 金剛大道 又是波龍喜鶴 加上羅澤灣都 在澳門草車就好像過山車 不理解澳門是一個富裕的地方 為何坡路就這麼難呢 不久前官員出席 立法會口頭質詢大會回應難路問題 澳門之所以難路多 一是不少路基險位 二是立清羅編多表面修補很快又難 建立用共甘食屎重破 但長時間風落 怕居民有意見 面對整路病 或是母街 對此居民和媒體都有批評 另外觀念的態度 推動 揭發 承擔的精神 大多數的澳門居民用來 關分手機 包容之上 澳門滑落 收落成風 居民向其人來 政府無人無知的滑落 收落工程 市民有哪一單 有居民 反對 以停工呢 中國人 有句古話 重通不義點頭 早年重破的高時特大馬路 居民的良好人來 就是最好的失明 也是對觀念知識的最大質疑 破口路不是居民 挨不挨得自己的問題 而是觀念 承擔決策的問題 一般來說 爐面無非分兩種 一是 油性的 立青爐面 二是公性的水奶爐面 立青爐面 破裂費用 噪音較低 行車較適合 施工期點 應用範圍工 水泥爐面 多用於達視爐點 摩擦力好內容 維修費用較低 其他都是相反的 好多城市市區道路 因地下管線 滑滑頻繁 並規矩密保 多用立青爐面 目前內地 日本 台灣不少高速公路上 大部分路電 採用立青爐面 日本多次大地震之後 雖然公路停開 但是立青爐面 不然的畫面 相信很多官員都看到 為有效解決 立青爐面 帕水 日本、台灣採用 都控制 立青爐面 鋪路面 特點是 和快速大量吸水 一分鐘內 和吸收約3,330公升的水 控制車輪 雨天打滑 增加行車完成 共帶行車採用 每個城市都要面對 鋪路的問題 立青水爐路面 各有 要決定 澳門的燃爐問題 並不是一刀切 選擇什麼路面 是簡單問題 什麼路基、路面 都可能難 正以官員所講 工期、工程、質素、 資訊發佈等方面 都有鬼性的空間 澳門的鋪路工程 如何交投標 有多少公司 能夠成績工程 質量如何監管 鬼準、台性 作為路由城市 要建設 國際路由邀行中心 官員接 不能夠破爐無解 多謝